在上海,我们叫这个酒酿 在有些地方,它也被叫做老糟 米酒,或是老白酒 在中国,几乎任何超市都可以买到酒酿 但是在国外,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它的身影了 作为酒酿的爱好者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 怎么自己在家做酒酿 过雨,最好是浸泡过夜 蒸锅里,我垫了一块纱布 为了让最后蒸好的糯米不会全部粘在纱布上 所以提前把它们弄湿 因为糯米的份量比较多 所以蒸之前在上面戳些小洞 可以使它们的受热更均匀 要把米饭完全彻底的蒸熟 但也不要蒸得太过软烂 刚蒸好的米饭是很烫的 所以把它们摊开,稍微晾凉 最适合的温度是35摄氏度左右 温度太高的话,会把酒驱烫浮 糯米饭降温的同时,我们来准备酒驱熔液 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酒驱 即使在国外,一些购物网站上也很容易就能买到 酒驱和水,按照比例混合均匀就好 糯米饭量得差不多了 39度,再稍微翻动几下 就差不多是我们所要的温度了 没有温度计就用手来感受温度 因为35摄氏度和我们的体温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摸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温热 就表示差不多了 就可以导入我们的酒驱熔液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对温度实在难以把控 那么也可以等到糯米饭彻底放凉以后才导入酒驱熔液 用来盛装糯米的容器 必须是非常干净 而且是无水无油的 然后把混合好的糯米饭全部装进去 来盛糯米饭的饭勺也必须是干净的 因为如果有细菌的话 在发酵的过程中,糯米会长毛发霉 表面稍微压平以后 用擀面杖挖一个小坑 当然擀面杖也必须是干净的 再撒上之前预留出来的那一点点酒驱 就可以封盖了 酒酿的发酵过程并不需要绝对的密封 只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就可以了 所以对容器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干净 最适合的发酵温度是30度左右 所以夏天可以直接放在室温 冬天可能就需要放在有暖气的地方 这是制作的第二天 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酒渗出来了 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再等一天 来看制作的第三天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些液体就是米酒 然后糯米也整个都浮起来了 其实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开盖食用或饮用了 但是我还想得到更多的米酒 所以我们再等一天 今天是制作的第四天 很明显可以看到一天一天的变化 米酒越酿越多 而且随着酿制的时间越长 其实这个米酒的度数也会越高 这个米酒还是酿的相当成功的 虽然需要等待那么多天 但是其实过程还是很简单的 我们来看看 真的真的是好诱人啊 而且米酒和一般的酒 那种辛辣的口感不同 它是非常清甜的 所以即使不是很会喝酒的人 也很容易接受 如果只是想喝这甜甜的米酒 可以建议你先冷藏一下 因为冰冰凉凉的口感更好 当然酒酿还可以延伸出很多美食 比如酒酿圆子 酒酿水波蛋 酒酿饼等等等等 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接下来如果有机会 也会一一为大家介绍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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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